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次看到的是2022年货预购中的复聚康普茶 先注意听喔 再听一次 很难得抓到 再听一次 就是这个气的声音 为什么会有这个气的声音 是因为我们复聚康普茶 它没有做杀菌后杀的动作 所以这一个玻璃瓶里面的康普茶 它是一个快乐的康普茶 因为里面的菌种都还是活着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冷藏 而且用玻璃瓶装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公平贸易 公平贸易它不是慈善援助 它是透过一个长久而且稳定的一个伙伴的关系 来帮助开发中国家的生产者 改善他们的生活 在经济模型里面 大家会倾向于用更低的价格 来取得更优质的产品 然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其实这样的方式是错的 我们会去压榨到生产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巧克力 大家会听到雪类巧克力 甚至是雪钻石 就是利用当地的童工很小的孩子 然后让他去做很超过他身体负荷的工作 比如让他被很重的 柴下来的可可果或钻石石头 那天在听富俊美丽姐讲的时候 看着那个照片 其实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因为我们都身为母亲 我们这么呵护我们的孩子 照顾我们的家人 可是在世界的另外一端 还是有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所以公平贸易的背后是 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包含我们 用我们共同购买的力量 来改变世界 好像蛮开心的 他还活着 然后我们可以去藉由喝他 然后去促成我们的肠胃道的一些蠕动 或者是他们在讲保养 大家会问什么是康普茶 葡萄酒是用酵母菌发酵 然后酵造醋是用醋酸菌 康普茶就是同时利用酵母菌 跟醋酸菌来做发酵 所以康普茶它会像葡萄酒一样 它会自然生成微量的酒精 在我们附居康普茶里面 它会有微量的酒精 大概低于0.5% 因为我刚刚有咬它 所以我刚刚有咬它 它这个气会多一点点 真正用红茶菌母 来酿造的康普茶 它不是酒也不是醋 它不会那么的多 它不像汽水 但是因为它这个是 它也不是另外再加二氧化碳进去的 所以它这个泡泡其实是很天然 然后很方便 跟其他发酵食物来比的话 它不需要复杂的料理 开瓶就可以喝 开瓶就可以喝 你一杯都有10颗方法的料 我们叫这个我们没有 我们叫这个第一 那个糖量干嘛 这次年货预购的康普茶 很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试试看 同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让我们一起用共同购买的力量 来改变世界支持公平贸易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